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继续讲述少年吴清源出名之后在北平 除了引起轰动之外 引起了日本方面的很大关注 而在日本能够引起关注 主要就是由于山崎有名把旗谱寄给了赖岳 而赖岳老师把吴清源对井上的精彩旗谱 做了很详细的评注 发表在了日本棋院的杂志上 这下引起了轰动 由此赖岳开始促成吴清源复日的等等事项 尽管困难难题一个接着一个 还有就是在北平的吴家周围的这些亲戚朋友们的这些难题 但是一个一个被克服了 其间赖岳也为了说明吴清源的棋之所以这么厉害 他中国排名第一还特地依据自己1919年的时候 曾经访问过中国嘛 访问过北平 指导过这些棋手 那么他就依据这些年的这个陈绩 以及山崎有名寄来的棋谱 包括吴清源跟国内这些好手们的对局 他也做了评注 特别是他还看了吴清源对刘帝怀的几句棋 也同时发表在了日本的围棋杂志上 这个杂志一发表呢 赖岳呢 就做了一个他自己的排名 自己他说 据他的眼光来看 他认为现在的为北平围棋界 也就是中国围棋界 如果是按中国的习惯来分的话 其分九品 九品之尊 那是吴清源一人 如果是第八品呢 第二人呢 那也是一个人 那是刘帝怀 到七品呢 人就比较多了 就他认为有顾水柔 汪云峰来谱华 同时他也一再介绍说 吴清源怎么怎么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怎么能迅速成长为第一人 等等等等 看得出来 就是说他的主要目的是 向日本棋界介绍吴清源 但没想到他这个发表之后呢 日本棋界的这个反响是比较大 因为有这个镇界的 有这个还有像财界的支持嘛 棋手们呢 也知道这儿北平有个天才棋手不错 反对的声音呢 他没想到他遇到了一个很大的 也不能说很大 就是说 变成一个事件的原因呢 是北京方面 北平方面给他寄了一份抗议的信 写信的是谁呢 就是顾水如 顾水如先生呢 就觉得你这个平法呢 不够准 这个言言辞理的意思呢 就说 你是何以把我平到了第七品的 对吧 第一品 吴清源是无意义的 这个 第八品是 刘帝怀 他没说 那么第七品才轮到他 这个顾水如是有意见的 写给了赖月 也写给了这个杂志社 赖月呢 就又把这个 顾水如的信 主要的段落 全部翻译出来 登在了日本这个旗道上 还特地加了说明 说 我的写的这个 对中国奇界的估计 实际上也是引起了争议 当事人顾水如寄来的信 他的信的意见在这里 我前面发表的是在那里 如果有什么不妥之处呢 我表示歉意 这事情就这个发生了 也就过去了 因为赖月也说了 他所依据的是这些年来 他看日本棋手到中国访问的时候 传回来的这些棋谱和成绩 他依据这个来断定的 因为刘帝怀成绩要好于顾水如嘛 好 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插曲 作为主线呢 就是说 作为赖月老师的主线 他还是在积极等待着 能够所有的事情都尽可能办好 吴清源能够尽快来 那么北平这边呢 吴家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 也下定了决心 也把自己的这些呢 孩子们这些都安顿了 就是说准备坐船去日本的 在这个时候 这个李律阁这些吴家 这个也知道 吴全的母亲下定了决心去嘛 那么也就转而说 既然你下定决心了 那我们也支持你去 可是非常期待的就是说什么呢 能不能请赖月老师来北平一趟 一个是当面嘱托一些事 另外大家对赖月老师的印象特别好 1919年来过嘛 这次又看他答应收吴清源做徒弟 大家都特别开心 这个觉得他人品奇品俱佳 这个交付给他 那是再好没有的人选 而且也说 这个也表示了 如果赖月老师来 拆旅费这些全包还准备了 李律阁还准备了一千元的谢礼 一千块大洋的谢礼 这个信消息再通报给 从山崎那再传给赖月老师 他有点为难 他为难他想的比较多 因为他整个前因后果 整个事情办下来他都知道 北平他也是想去的 会会这些老朋友 特别是1919年他没见过的吴清源 这个到北平去他去见一见 那多开心呢 但是他想到了更深一层 跟山崎有名的来往信件 已经看出来了 在北平 大家有很多人对去日本是有疑虑的 原因之一就是觉得吴清源的旗进步这么快 莫非还真的要到日本去学吗 这个大家是有疑虑的 因为按照简单的加减陈出这么算 一年从1926年进步到27年 你已经从让梁子进步到让仙可以赢 这进步很大吗 那么他往后推的话 这个一年一年似乎好像简单推两下是不用去的 这些很多人是有这个疑忆的 那赖月就想按照其份 如果我去是要让吴清源三子的 这段段不可能 这个可以排除掉了 因为赖月在日本也是仅次于本营坊之后的最有利的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本营坊是九段 中间八段空着 常年空着 他是七段 他的作为生段的分也好 作为这个 如果说日本齐愿不是合并的话 那他跟本营坊秀斋下的对局的棋份 已经是让先了 被授先 赖月考虑的确实很细 我们能够看到赖月老师这个想的比较深 让两个万一要输了的话 当时就如果北平周围的人说 既然这样吴清源是不是不要去日本去了 那这个整个计划就毁了嘛 他就想到了 我实在不行 这都是受汉文化熏陶的 我可以让我徒弟去啊 拜师受益嘛 考察 拜师考察一下 这个是可以的 对吧 说到这个 可能大家又有有点联想 我每次说都想 小学说好多金庸的情节是有这个情节的 就是武侠里面好像 实际上我总是怀疑 有疑虑 他可能参考这个日本企业故事多了 派谁呢 当然是要派 一 这个自己要信得住 信得过了 相信他能完成这个任务的 二 又要有实力 段位又不高 因为如果派老一辈的 其实他自己朋友那些在去 这个 段位高 你就不一定 你旗份高 你不一定镇得住 那他就想到了 最合适人选 莫过于自己的徒弟 乔本与太郎 乔本呢 是一个特别 他是关西去的嘛 是一个特别这个开放 人呢 又是特别那个 有主见 喜欢自由惯了的 这么一个当时青年小伙 其实非常有天才的 在日本也已经成名了 当时是四段 他想 如果乔本去了的话 这个 景尚跟他让先 乔本去让先 他这个 我心想 这个赖月老师觉得 乔本本身的实力就不比景尚差 景尚小平 再加上 乔本本身呢 就是 年轻 上 网上冲击的时候 齐力就 有可能被低估 他去表何事 让先 对吴清远进行考核 于是他就找乔本 这时候的乔本在做什么呢 乔本在做 准备到欧美去旅行 他觉得那个美洲大陆很有意思 他做好了计划 准备去那带去两个月 但是失命下来了 对吧 而这个失命你是不能 轻易不能那个 呃 违抗的嘛 嗯 更何况这是好差事啊 全部包了让你 他本来就是去游玩嘛 不 全部包了之后 对方还有送谢礼嘛 这乔本 听到这个挺开心的 但是赖月老师也告他 你去了不要贪玩啊 嗯 特别是考试期 你要全力以赴 你这是代诗考验 哇 那乔本一口答应 说这个 别的可以马虎 下棋不能马虎 嗯 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 嗯 这样乔本就改了新城 到了北 北平来 到了北平来呢 嗯 先玩了两天 等到来接应他的这个山崎这些人 说你什么时候下棋 乔本说 说是 那什么时候都可以啊 对吧 他说好不容易来到大陆 这个要多看看 嗯 被整个中国对他呃 他留下印象非常好 所以考试 这个下考试期的时候呢 他呢 说是我肯定也会全力以赴 而且赖月也嘱咐过 说你不要下那么快 嗯 你这个棋要认真下 当然话不是我这么通俗说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乔本是天才性棋手 他下棋特别快 这个当时不现实的这个对局里面呢 那他要下得快起来 很可能很快就结束了 但是这盘考试期恰恰不是 为什么说呢 这盘期下两天 双方下了 加起来 一盘期下了十二个多小时 就说明乔本是非常认真的 而吴清源也很开心啊 突然来了这么一位日本的大哥哥 而且这个他哥哥问起来 说的这个话很有意思 比如吴清源和他大哥最想知道的 那赖月老师怎么教你们出来的 对吧 平时是怎么指点 因为听说本营坊一门名人 这个指点他们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多 是指点你们打谱呢 还是做死活题呢 还是被布局啊 别说吴清源 当时吴清源感兴趣 就是现在的我 我也同样感兴趣 我不知道观众感不感兴趣 就是对吴清源提出这问题 没想到乔本特别爽快 说先生根本不教我们 他说不会吧 说这个是不是 因为他们俩已经懂点日文 说这个是不是听错了 这个赖月老师不教你们骑 那个乔本说真的不教 赖月老师真的不教我们骑 那教你们什么呢 他照顾我们这个吃喝 照顾我们这个起居 经常是什么呢 说经常是 那你们平时都干什么呢 说先生经常是这样的 就是你在日本骑院比赛完了 晚上回来 先生会让这些徒弟倒一杯小酒来 这个大家坐在一起看骑 不像其他门派老师在座 其他人不敢乱说话的 他说大家经常是 还有向井一南这些 其他徒弟们 师兄们 说师兄师弟 大家一块摆起 他说我经常就是好像讲讲我的感想 对其他徒弟的棋 我也发表议论 而且乔本经常是自己的棋 夏王明夏王在说 其他师兄师弟 其他记得特别清楚 因为他脑子好 然后给予一番指点 后来吴清源跟他大哥越听越糊涂 这到底是赖月老师娇气 还是你娇气 对吧 那个乔本说 这就是我们这一派的风格 老师不娇气的 其实这个正恰恰说明 当时赖月一门 这个学棋非常开放 而且非常了不起 在日本几家传统几乎都是 达谱 大家都达谱 这个白棋老师只说几句话 在老师面前 大家不能轻易发表意见 而实际上下棋学习最好的氛围 就是大家共同讨论 在讨论的过程中 老师也受益 学生也受益 这句话可能次序有点道 就是说学生受益 老师其实真的也受益 这样才能够把这个门派活跃起来 而赖月一门 就是这样的教授办法 所以这个乔本呢 虽然是半开玩笑 但实际上讲了一个 他们门派学习的巨大秘密 就是赖月一门 是大家共同研究 因为在那个时候乔本也好 乔本的师兄师弟们 已经水平相当高了 那么乔本就说 你要去了就太好了 不用我 很多棋不用我来给师弟们 你来 你给大家讲 对吧 然后他跟吴清源 吴清源周围有李绿阁这些人就问 说吴清源的棋 因为中国人习惯吗 还需要哪方面更加强 哪方面不足 乔本答的来得快 告诉这些李绿阁 他们说吴清源 这个根本不需要向任何人学习 这个他只要自己 钻研 把他的这个没事跟我们都讨论去 多交交我们就行了 其实他说的真的是很在理的 就是说 从想法上 不要拘束于跟哪个前人在学习 这个理论让当时很多人受不了 这个乔本 这个小年轻真的是 是这个是这样子 说话好像很自在 可是呢 他又是那么聪明 下棋又是下那么好 所以大家特别期待 这个他跟吴清源的考试棋 这盘棋也被安排在山棋有名的家 一盘在山棋有名家 一盘在李绿阁家下的 我们现在就来看考试棋 代诗的考试棋 是乔本对吴清源 他是年少成名的围棋神童 他是横扫日本棋坛的昭和棋盛 他也是开创新布局革命 倡导21世纪围棋的围棋太斗 他就是在半个多世纪的围棋生涯中 演绎出无数精彩和传奇的吴清源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的隧道 通过回顾大师的心路历程和精彩瞬间 来重现那段奇谈的不朽传奇 吴清源直黑 看乔本拿出了这个他天才的下法 就上来就直接二尖高挂 这绝对是你其他谱上很少见的 换句话说 这个他真的是带诗来考试啊 有考试信 你有什么本领拿出来吧 别把那些被谱的那些 这个定试啊布局啊拿出来 就拿你的真本试了 木外 这已经是吴清源经常对别人的下法了 再下高目 那吴清源黑棋这盘棋下的很坚实 一反他跟其他那些中国高手的下下法 就是先坚实的扎住脚 白棋也守住脚 再挂 上来的这些格局 几步棋之内就看出来了 嗯 乔本真的是这个 想尽可能把这个棋局下成 大家都不熟悉 看看吴清源你有什么本领 而吴清源呢 确实是跟国内当时那些大家门下法不一样 对他们的时候呢 要奔放多 对 乔本又拿出了他的 这个直黑比较坚实的下法 普通白棋是拆在这里的 因为这样对这个 能跟这两个字构成一个结构呢 不容易被你破坏掉 但实际上呢 但实战呢 他多拆一路 嗯 还带有对你这个脚上带有 有点威胁的感觉 嗯 好 黑棋也抢大场 白棋 立刻在这个地方上方掉一下 黑棋并没有硬 下在了这边 如果黑棋 更加老实的下方呢 是很可能补一下的 但是黑棋不是 嗯 黑棋拆大场 黑棋呢 也觉得 你在这一代不一定能够 换句话说 我没看出来你有什么特别严厉下方 我为什么要跟着你硬呢 这个 这两个人下起来可以说是 非常非常有意思 很奔放 要知道第一天这盘棋只下66手 嗯 就说明了双方的认真程度 而两个都是快枪手啊 就是下棋出了名的快 可是这盘棋下的很慎重 嗯 既然你不理 我一定要对你进行一点惩罚 对于白棋的靠 黑棋是有所准备的 它的准备不是通常说的 立刻搬 阴你 搬的话呢 白棋可能立刻反搬你 看你这怎么应 这棋黑棋有点难受的 因为黑棋打吃 白棋沾 白棋很可能退出来跟你作战 这黑棋有点为难的 实际情况 是黑棋总被在这一举挑起战斗 从这儿靠出来 记得这个有有记载 就是说 桥本边下棋边 边说日语 有这习惯 瓦克兰那里面就是说 真不明白啊 这个 为什么你下这么好啊 什么这些话经常是 这个 就随着彼此 想棋的时候会说出来 白棋架 这完完全全是 全新的下法 而且 以前梅谱 非得领事想不可 本来是想 黑棋的准备也是 白棋接也好 挖也好 走其他也好 我想黑棋也没想到 白棋是反家的 好 大家都 黑 黑棋如果接 那白棋就穿下来 跟黑棋做出交换 把你的脚勾下来 这黑棋不利 我可以想见 黑棋是完全无准备 白棋这架子 但是黑棋很快 想出对策 这个棋 我相信看的人 一定觉得有意思 因为上来 就绞杀在一块 而且看的人会觉得 过瘾同时 也觉得看不明白 这究竟谁好啊 这需要双方 特别精准的算录 对吧 因为稍稍 这个哪一部次举交换不好 你会不会被对方闷死呢 实际情况呢 他们两个对击者 倒是有破 黑棋先挡住 白棋拐打 白棋打任何子 这就被吃掉了吗 黑棋跳出来 黑棋的想法是 如果你提这个 我就立你一下 脚上你还没活 你终归要挡住的话 那我哪怕我再补 这白棋不行 白棋太亏了 白棋整个 就是缩在了脚上 所以白棋一定要断这个 连带着把黑棋 这个外边呢 也走薄了 要吃就吃一个大脚 黑棋考验白棋一下 如果白棋 如果完考验的话 白棋反而有选择嘛 现在就看你 挡在这呢 你会稍稍这一带呢 官子亏一点 好 白棋也要挡在这 挡在这是不对的 挡在另外一边的话 跟这边渡过有关系 渡不过去了 这个结果 我觉得白棋可以满意 因为脚地很大 这个脚地很大 一下子来了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将近十五木棋 在黑棋先站脚的情况下 你得了十几木棋 这个相当是相当满意应该 只是因为白棋这个配合不太好 这子现在显得孤了 外面的四个子显得单薄了 那尽管如此 那白棋还是很想这么练的吧 这么下的 黑棋的期待呢 就是从外围 通过攻击白棋 看看能获得得到的利益 当右上脚已经下沉那样之后呢 我想这个桥本觉得自己的下法还是可以的吧 但是没想到黑棋紧跟着下法非常紧凑 就是他觉得这个棋不容乐观的情况下 我们看啊 如果白棋退 那么这个段几乎就不存在了 尽管他争死不利 但是你段上来 你对周围不影响 所以白棋是确实很想搬的 搬呢 就没想到 不是也想到了 就面临着黑棋断 黑棋这个段很厉害 那断了之后 白棋有气景的关系 这一代呢 就显得十分紧急 不管那些 白棋长出来 强到我这儿还有段 但是黑棋立刻把这个长掉 如果你走别的的话 这扑进去就可能把棋筋抽通了 对吧 那白棋实际上有 有有 有背而来 你走这个呢 我是可以熬过去的 你如果吃我 我可以想办法弄出来吧 好 如果你要是外搬呢 白棋想好了 我就忍耐一下 反正这个 拼着被你打一下 可是我把这个头强到了 这个段下不过 我强调的是这个段 黑棋 补 补的时候 它不是这样补 可能在白棋的参考图里面 脑海里面出现的呢 就是黑棋 怎么也要把这个缺口先补一下 那么这样补呢 给白棋缓过来之后呢 白棋可以考虑点你啊 或者再想别的 他没想到黑的是跳 这是应该稍稍有点意外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跳了之后 对这两子的压力会不同 下不他有可能再压过来 就是说你必须得硬他 你不硬的话 他压过来 这个 这个有点承受不住 白棋实战是点 黑棋这时候在打 白棋沾上 黑棋 这两个棋筋是不肯放的 白棋在断 我们看这盘棋下的只紧凑啊 双方 就是一个战役紧跟着另一个 几乎是不让你喘息的 那么白棋把这个逃出来 黑棋靠 白棋飞 我们在这儿讲讲这个 好像这个顺序 随着他们下棋的节奏 很快就来到了这一代 但是想想 这已经是他们头一天下了七八个点 之后就下成这样 就总共这棋是下两天 这也充分说明 乔本是自由自在个性 但是他对这趟任务看的 对待他自己的事 看的很认真的 他是也是尽自己权力在拼 在想试一下 这个将要入门 成为自己 自己师弟的这个年轻人的棋力 而吴清源 当然是权力以赴 这难得的一次 难得的一次交流 因为平时 他是没有这样等级的人 跟他交流的 所以他下的也是权力以赴 这体现在棋局上呢 就是像这样的跳 像白棋这样的点完了之后 从这儿断开 飞住 把自己这块空线守住 一会儿是白棋很厚 一会儿又是变成黑棋很厚 一会儿是白棋取得了实力 一会儿又是这个黑棋又薄棋变厚 就看的人觉得云里无理 这一会儿是黑棋看上去形式很好 一会儿是变成了白棋实力很多 这个到了第一天 因为这个没有不像现代有其中限制 因为大家又是好朋友 好 大家一块用餐 先休息一天 第二天再站 这块棋 黑棋因为没活进 要补的 白棋就趁着这个机会 先考验你 因为如果说你接的话 我再来补活我自己这块 对吧 我补活的同时 你这个明显是补活的 而且你一手还有点难以补活 比如说 你是不是要先把这种冲 冲掉啊 那么比如说 再比如说我接是不是先手啊 肯定先手你还得挡嘛 所以这部搬的时机特别好 黑棋果然是先冲了之后 在接上 就是它搬的时候 会让你特别难受 再尖一下 然后 黑棋补到这的时候呢 白棋才来补活 白棋就补没补 白棋先这个补出外面 我对这个棋有点疑异的 就是说白棋这一步尖是不是必要 我觉得白棋这个尖不必要 白棋不如直接补住 黑棋要脱先就由他脱先 或者这个毕竟这个这样的尖和这样的打吃 让黑棋走出了这样硬的这个虎头 这个是不肯的 所以我觉得白棋这个尖是有点问题的 这下法 整个凑黑棋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棋型 但是 桥本呢 就是很灵活的 把自己的这个棋 薄棋先补强了 再从这尖 这棋依然是很难说的 我们看他这个角地变得很肥 非常大 就是获取了很多实力吧 而获取了实力之后 又很灵活的 看上去束手 但是却是加强自己中辅的 非常有利的下法 就是在自己已经获取了实力之后 这些束手没关系 因为目的是让自己走后 中央不仅走后了 而且还隐隐约约呈出来将近十目棋 这个可以说是白棋成功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白棋是花了一手 但是白棋中央补强了 成了实力 而且在这个地方还留下了 给黑棋留下了打的缺陷 对吧 以后白棋打 从这就直接可以争掉你一个字 那么全局来说呢 这棋黑棋不是很乐观 因为什么 本来黑棋先走肯定有优势 我们设想一下 如果黑棋补这个字的话 黑棋这二十 到这二十目 二十五目 三十五目吧 这块棋三十五目强 我们假设这个地方打吃 是这样交换 那么白棋的目数呢 十目 这个粘线手 十一十二十三 这个 二十二 二十三十四二五二十六 二十六目加上十五目 四十目棋 这块棋呢 是我们刚才点的三十五目左右 对吧 白棋这一片呢 就是减下来 你这三十五呢 多五目 那么白棋这儿还有将近十目 白棋这儿还有点 就说你对那个子 你怎么样也要 也要走出十几目 白乘十几目的价值来 才能是这个局面的平衡 所以接就有可能缓了 接完之后该白棋下 白棋可以供你 所以下到这个地步呢 觉得白棋很不错了 白棋是很有望的局面 这个也可以说 一上来这个定势呢 黑棋吃亏有点多 在后面的这个追赶里面呢 尽管局面接近 但是白棋也很顽强 这棋还很难说的一局棋 可以说是白棋 这个在对局成 布局成功之后 一直掌控着局面不错 下面就是 看得出来 这个桥本白棋 在试你的各种硬法 而且下的确实是好 先交换这一步 让你味道不好之后 再来断 桥本的想法是什么呢 以后当你接的时候 因为这个吃打很大嘛 我再来断你 对不对 那你这脚就不会太大 留下点味道 那么这个托是这个时候适应手 这个断呢 我们设想一下 黑棋在争子不利的情况下 是不是有点为难 被逃出去 到处都是断点 如果中央变成了 大家都没目 那黑棋肯定掉了 因为这扔不掉嘛 而这个子一旦扔不掉呢 你这一袋的下法呢 会显得很凌乱的 就是白棋整个全厚实了 对你中央进行攻击 那黑的似乎败事比较明显了 所以桥本断的时候 还是比较开心的 觉得这盘棋黑的很不错 这个黑棋很为难 黑棋跳 这是让桥本比较诧异的一手 因为断的时候没想到他跳 这两个子是棋筋嘛 应该这样说 这两个子曾经是棋筋 在这个瞬间他不是棋筋 没想到中央的两个子也是可以棋的 他加了之后呢 就给白棋反而留下了难题 如果你来吃 对不对 你这样吃的话呢 黑棋先手 黑棋很可能直接把你吃掉 这个上面就不是多你十几末了 多你三十末 加的时机确实是很好 那桥本就得就活上面的这个棋 活的过程呢 黑棋开始对你进行攻击 一点都不松 当你加他的时候 他接上 你上边因为不能都死啊 你如果硬的话 上面还没活 那么黑棋可以预想 他再来打你这个 根本不补中央 中央他只当这两个字棋掉了 一想到这两个字是可以棋的 可能我们的思路都明白了 黑棋这个条的妙位 但是在黑棋下出这个条之前 起码桥本就没想到 现在变成这两个交换亏了 白棋很顽强 就先补助自己的弱的地方 这是桥本灵活的地方 让你的这个规模不至于那么大 这先点了之后呢 反正也有尖回去 但是黑棋抓住这个机会 紧紧不让 先把你点中 然后把我的空闲围起来 在实际上一点都不退后 你如果退 你如果冲 他不是挡 他是退 继续威胁你 当你冲的时候 黑棋根本是 就是不理你 把你看成 这个地方原本就是你的 你是后手 我那块已经变成了 这个非常厚实的地方 他抢到了飞 他这一代已经这个 已经整理好了 而且呢 是黑棋还有可能多成点木 还抢到了这个紧闭 这两个手抢到之后 就失控大为改观 变成了黑棋 实控多的局面 好 你是吃掉了我中央一子 但是我对你进行了包 使得我周围很厚 让你这两个子 原本是迄今变成了 干巴巴的四木棋 我这块也变成了扩大 所有的木树都扩大了 好 你要来掏我对吧 在你掏的过程中 我再来整理自己的棋形 吃 沾上 这地方白棋如果 就是一点味道都没有 就死掉的话 这棋白棋形是明显落后了 黑棋 体现了黑棋 精准的算力 根本不管你 我能吃掉你的时候 一点不松 这时候 桥本发现 就感受到了 这个对面这个瘦弱的小青年 就是小少年啊 下起棋来 那真是够寒 什么子 在他眼里 他是都是有可能气掉的 这样的拔画可以给你 这样的肺 看上去奇经 曾经是奇经 可以给你 因为随着棋局的进行 他会很敏感的能找到 这个要点在哪 你看 白棋现在拔了这一个子 可是黑棋把整个脚吞掉了 白棋还得要争先手 把这定型 因为更紧急的事情 是在上边嘛 这个子如果被黑棋切掉的话 白棋也不够 那么黑棋下得非常稳健 不再进行打入什么了 我只要守住固有的成果 这棋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黑棋赢了 当你贴的时候 我跟你不闹事 我基本上是活进我 这个 等待着你补 你补呢 我因为局面已经领先 你看 已经开始作演了 你要想吃我这个 我就是把这块中控 让你围到吃掉我都很小 这个可以说是 这个非常痛快的 黑棋下的 整个流畅 所以看到这盘棋的 这个效果之后呢 这个乔本志也很开心啊 知道自己的师父 为什么要派自己来了 当然以前就知道 他更开心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 自己马上将要 有这么一份大礼 就是说 有这么一个天才少年 要成为自己的师弟 那高兴啊 觉得哪怕是在棋上面输给你 心里面也是非常开心的 因为谁都喜欢看到 在板行业里面出现的天才 这下到这个程度呢 白棋基本上控制不够了 更加 这个棋 这盘棋要着重向大家说 就是当白棋一直想着断的时候 而黑棋老早看清楚 他是准备弃掉这两次的 一旦这两子看清 整个局面就不同了 在黑棋在稍微落后一点点的情况下 追起来的时候呢 特别快 就是对中央棋经 还不是棋经 因事而判断 产生的这个水平上呢 看得出来 吴清源这盘棋掌握得特别好 下完这盘棋呢 大家也就知道 这个 还有第二盘 就是下那盘吴清源表现特别好 一家去日本的事情 就是定了 这可以说是 这个 他们家是放了 放下心来准备迎接新的生活 但实际上 更在棋界来说 更难的是还在后面 因为日本还有很多麻烦事 等着他们一家 只是他们不知道 这些情形 我们将在下集 陆续给大家介绍 好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这集的 十几分云 我们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 下集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